欢迎来到我们的圣诞道书日历第四集 我叫王涛 我来自丹麦 我叫徐科 我也来自丹麦 才怪 我是来自KU的学生 真的 那一定是我的校友 这是我第一次圣诞节 很期待哦 我们的节目分为四个环节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丹麦的一个圣诞传统 然后丹麦的一个圣诞活动 然后还有丹麦当地的一些圣诞时候吃的食品 然后当然还有大家很期待的每次要抽的圣诞礼品 上次的节目我们讨论了日历礼物 就是每天都给一个礼物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可以拿到这些日历礼物一样的 但是这个比较如果比较难的话 那这个已经安排了所有的那个日子里面 所以日期都可以打开一个那个你看这里写着号码 然后要看今天是第几号 然后可以打开 按照丹麦的传统 你就是从12月1号到12月24号 所以我现在可以开了吗 可以今天可以 就算我是个特例吧 对 那我们就开这个吧 可以可以我们去试开镜 这样的里面有很多号码可以看 每个号码 那我们就要找到今天是一号 一号吧 一号 来吧 嗚呼 啊 乐高 那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自己 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是 我们小的时候很多人 很多小孩子他们喜欢 把他们 这样 对 这是很丹麦的一个东西 对 我觉得在中国也越来越受欢迎 对 因为小时候就会很喜欢这个 但是似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 然后 这个就是丹麦的一个很多人就 买这些日历礼物 送给他的小孩 送给他的小孩子 对 蛮好的 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圣诞节活动 12月1号到12月30号 的那个 Nulk那个 知道吗 就是Nutcracker 啊 火到夹的什么 对就是这个 一个很流行 有很多的 关于圣诞节的内容 而且这个特殊的就是 我们的女王 Dwani Magritte 他把这些里面的服装都是他设计的 这么酷啊 对 很多不同的服装 呃 那这个是在哪里上演呢 这个是在 Tiuli 我们以前讨论过的 说过了这个 就是那个Tiuli 有很多的文化活动 我又挑了个丹麦小吃 嗯 我也挑了一个丹麦的礼物 嗯 我们先来啊 拆一下这个丹麦小吃 yes 上嘉宾 好 那我吧 欢迎 欢迎 我先把这个拆起来 哎呀 哇 哇 这是什么啊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叫 丹麦叫 是一个特别传统的那个小吃 我又不想问一下 就是猪 猪的 猪皮 炸猪皮 对对对 应该是这个 很好吃 我以为这是中国食品 对 找到了 其实丹麦人在圣诞 过圣诞节的时候 很想吃 来来来 来来 丹麦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猪肉啊 嗯 对 特别是在 很油腻 很硬 而且很香 吃起来 油渣 油渣 嗯 嗯 我不喜欢 好咸啊 嗯 很硬 嗯 其实很硬 我出生的那个城市 我们也吃这个 配着稀饭吃 嗯 嗯 嗯 好善地去 很好 哇 这个很有家乡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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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以为中国才吃的 啊 我感觉我怎么不送地球来了 哈哈哈 跟中国的做法一样吗 就是我感觉炸的这个 我们会炒的这个 很香 很香 炒青菜里面 对对对对 那会切的小快一点 啊 好 呃 那你们来 跟我学 怎么说这个 嗯 一个人一个人来 可以吗 好 谢谢 你先去去 灵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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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 挺好的 灵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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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 好那下面我们就把它拆礼物吧 对 哇看起来很漂亮 对 Flora Flora Yes Wheel Coke 听起来就很黄色的样子 是的 给你们看 哇 很漂亮 看就是那个叫什么紫色的 是紫色是吧 对 紫色的那个花 这个是应该是用来喝咖啡 这个就是很很好的那个活动 在跟家人一起喝茶或者什么 我觉得应该用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具量很好 这个其实这个Wheel Coke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 这个就是他们也给我们的 一直很悠久 我们的女王这些 给做 一直在提供 对 对对对 真的很酷 真的很酷 如果大家想获得这样的礼品的话 就跟以前一样可以转发这条微博 然后就有机会获得这样 精美 嗯 而且Elegant的礼物哦 对 钻起来 耶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圣诞倒数日历 我们明天见 嗯 拜拜 拜拜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欢迎上来收看圣诞 我们下期再见 圣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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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跟你一样 你吃外国人吗 但是我跟你一样 不是 我总是想 哈哈哈 你看啊 真的是很难的 哈哈哈 走我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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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是SKOL 他们又叫SKOL SKO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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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KOL